是清净的意思 六根清净 一尘不染 这叫申报 如果出了家了 还有自私之地 还有明文立亚 还有是非人物 那你就错了 完全错了 为什么 这全是染污 我们把这些染污通通放下 身心清净 是这个意思 净而不染 这是世尊 对出家弟子的要求 那么这些出家弟子没做到 我们这些在家弟子 如何应对呢 他没做到是他的事情 如果我不想干 过人因苦 过人承担 我们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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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对他 攻净 他的表伐 他提醒我了 这就是对我 这就是对我的恩德了 我们一看到他这个样子 立刻就想起 立刻就想起 静而不染 我自己清净 不染 这就对了 他清不清净 没关系 我不想干 所以 一切 恭敬 就对了 你要问 那做我的 无我不做的 为什么还对他恭敬 恭敬是恭敬他的自信 你看大臣教里面说的很好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他是众生的 他本来是佛 他现在做做种种不善 他迷了吗 我在迷的时候 不是跟他一样吗 现在我觉悟了 他还在迷 觉悟的人 对迷惑点 对迷惑点倒的人 恭敬 迷惑点倒的人 对觉悟的人 不恭敬 这是正常的现象 我们 要不是 佛菩萨 祖师大德 常常教诲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的毛病 吸气也都出来了 错了 真的错了 你看看 现在学佛的同修 对蚊虫蚂蚁都知道恭敬了 蚊虫菩萨 蚂蚁菩萨 那个人做一点坏事 我看 还没有 不至于像蚊虫蚂蚁这样的 你为什么对他 你为什么对他不尊敬 那你不就是有分别 有执着了吗 你迷了 你没觉悟 你觉悟 一样也称他菩萨了 恭恭敬敬 那这就对了 那修行 要在这些地方 这细心 要在这修 那才真正能够帮助自己提升 谢谢大家